清朝宫廷爱吃卤猪 曾有记录 清宫一个月吃掉了 两百九十六只小猪 清朝皇帝爱吃鸭肉 乾隆在南巡的时候 连续吃了九天的烤鸭 注重养生的乾隆皇帝 活到了八十九岁 每天早晨空腹 一定要吃一碗燕窝 饭前也要先吃虎米粥来养胃 史上最常售的乾隆皇帝 吃些什么 都被记载在 清朝留下来的笔记本 善谍党里面 有人说乾隆皇帝 是盖章狂人 只要经过他 清宫保存过的书画 都可以看到乾隆盖了 大大小小的印章 而且他还会自己在上面 亲笔提拔 像是在宫廷剧 《沿洗攻略》里 乾隆用来撩妹的 雀滑秋色图 就可以看到了很多印章 重现乾隆餐桌 看见县展国宝 旨在故宫乾隆 御膳酒宴专案 机会难得 详情请点连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